哦 城市回挖机 只开辣挖机 帮你挖挖土啊 帮你到沙上挖挖土啊 是不是要帮你到沙上去挖挖土 哦 可以可以 你到前面大陆了 今天我们的精神就是给前面这一个大爷去沙上挖一块土 以前这条上沙的路 是我八年前挖机刚马回来的时候 因为没有生意 所以我在这里修了一条路 做了很多这样的事之后 妈妈的认识我的人就多了 然后大家需要挖机干活的时候就多会想到我 妈妈的挖机生意就越来越好了 今天我挖机 反正要顺路从这里开上去 所以我就发一点点时间 把这个路边的杂草清理一下 不然用不了多久 这些草旧却不会涨到路上来 这些雨水冲出来的沟也顺便给他填一填 今天开工的时候 忘记给挖机加油了 我让前面那个兄弟给我送油过来 结果他竟然在我边前秀恩爱 还把女朋友搭到沙里面来了 外面这么热的天 还陪他撒太阳给他擦汗 真是把我羡慕得不行 如果我挖机后面要是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妹子陪着我 那我每天开12个小时的挖机也不会觉得累 我先把油加了 等一下怕挖机熄火 加完油之后 我们继续修路 刚好修到大爷要挖土的这个位置 大爷跟我说 这一块土地荒废了很多年 只要下雨 沙上就有泥土和沙子冲到他的地里面 所以现在要把上面这一层草和沙子挖掉 把以前回温的房土清理出来 才能种庄稼 这个坡上的草虽然大爷没有跟我说 但是我也要给它清理干净 尤其是坡上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藤 只要一个月不清理 他就会把整块土全部爬满 大爷跟我说 虽然这整块地全是他的 但是他年纪大了 也种不了多少 只要我随便给他挖几分土 他能够种底庄稼就行 帮大爷把事情做好之后 我就可以把挖机开下沙了 挖机开上来花了四五十分钟 开下去又要这么久 实际干活还不到一个小时 路上大物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久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像这些事情只能挖机去做啊 挖机下沙的过程中 我们顺便用推土材把这条路这样推一下 这样就能够把路推得很平整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沙上的玉米快要收成了 那些农民伯伯就可以开沙人车 开到沙上 把玉米直接拉回家 能够用自己的技能帮助到别人我真的很开心 你们看 这一点点土一直被我推着往前面走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很有趣 你们看 这条路比我推得多平 法正要从这里开下沙 又不用额外耽误时间 还把路也推平了 真的是一举两得 当你在做好事的时候 别人也会记着你的好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叫陈师傅干活的原因 开了这么久 总算是把挖机开下沙了 整条路从沙顶到沙角 你们看 这条路推得多平整 前面这里还有十多米的路长满了草 既然要做 就要把这些事情做完美 同样用前面的推头产直接这样推过去 然后再把推出来的草扫到一边 诶 大功告成 把挖机开上拖车就可以回家了 每天扫剩几百 生活多姿多彩 喜欢陈师傅的 可以给陈师傅点个关注 点个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回见 今天来了个小迷妹女徒弟 谁要跟我学挖机 我一次告诉你 这个东西现在是打下去的状态 你动任何操作它都没用的 懂不懂 这个是什么的 这个就要为师手把手教你 你才晓得了 不要动其他任何操作 你现在把这里打上去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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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一个动作的动 先动一个动作 然后法方向动一下 你就知道了 反正是个法动作 对的 对的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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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什么动作 是不是 说拢了 现在已经说到最拢了 你就不要 你就法方向 法方向就是往外面推 往外面慢一点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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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学会法方向 就是你动一个动作 然后你法方向动一下 你再法方向动一下 往里面它就是回来 对不对 就是把你拥抱在华里 把外面就是推出去 是不是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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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好玩啊 好玩就多玩一点 慢一点 是不是 是不是 还有你动齐的动作吗 反正法方向动吗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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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去 对的 这个是往前面推 它就是往右面转 往右边转 对的 往后面它就是往左边转 对的 对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反正就是上下左右吗 就是 一个是转的吗 一个是那个 就是 对的 这左边那个手柄 它往里面就是空子 那个B锁笼轮 对的 它往外面就是推出去 往外面推出去 对的 然后往前面它就是往右边转 啊 那意思 对的 往往后面 往后面加就是往左边转 是不是啊 然后你现在可以试试试试一下右边那个了 左边这个不要动了 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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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来随便你动哪一个 啊 就是你往下面去它就是这个这个大臂啊 它往下面压 对的 对的吧 然后你往上面提 啊 它就是往上面去 对不对 是不是很简单 啊 啊 然后呢 然后再动另外一个 啊 啊 你往里面来它这个抖收起啊 啊 往外面去它就这个抖出去 这个徒弟估计很容易就学会啊 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个停挖起的动作 然后还有一个行走 要不你现在动一下行走呢 你你你你现在随便动一下哪一个 只动一下 慢一点动 就就就就前面啊 这个这个慢一点动一个 它就是走路的 看到没有 啊 啊 如果你如果你两个全部往后面 就是往你你那个人那边扒 它就是在往前面走 你试一下 同时啊 啊 同时同样的动作 哎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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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吧 好玩啊 如果你你往两个都往前面推 它就是往后面推 对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好不好啊 你动一个它就是爪挖 随便你动哪一个它都会爪挖 啊 这边是往这边转 这个往这边走 哎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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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啊 这个所有动作现在都学会了 是不是啊 我也是教你一个停挖机的动作 停挖机的动作 它就是个这样的动作啊 就是一个手一样的 它就成90度的脚 就是这个 这个中间这个面它成90度的脚 然后这个斗它就完全全不收了 然后就这样插在地上 你慢慢的试一下 对的 马上就要90度的脚了啊 马上马上啊 你看着他看着这个上面90度的脚啊 对的 然后这个斗全部伸出去 这个斗伸出去 这个斗 这个斗 这个斗是从哪一个 挖斗 挖斗对的 绝不伸出去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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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下来 这个放下来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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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臂放下来 对的 对的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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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油门降下来 那个油门 晓得在哪里吧 在你那个 你钥匙的那里有一个斜爪的 那个按钮 往左边 往左边 降下来了 然后不要碰其他操作 你把这个东西打下去 这个可以刮 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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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拧一下 拧一下钥匙 对的 然后下来 就可以下来了 早 好玩 真的好玩 好玩吧 可以了啊 然后接下来 你是不是要大师傅去潇洒一下 红脑麦走起 走走走走